这个警报要叫什么警报呢 有人说是叫做什么卫星警报 国家警报 有人说叫做投票警报 选情警报 我觉得应该叫狼来了警报 狼来了狼来了 14分钟的决策内幕 看了之后真是让大家惊呆了 昨天这个警报三大响 其实不止三大响 像我就是两大响 那每个人几响不一样 那这也还蛮奇怪的 但是你看到中文跟英文 他这个英文讯息不是错疆 因为他是一个罐头讯息 那所以在今天 这个整个军方所谓的决策过程 就告诉你 他有多紧急 紧急到我来不及 我去修改我的英文的罐头讯息 对不对 所以他就误发 那我们看到还有很多民进党 像是叩叩阿姨等等 就告诉大家 这么紧急来不及修改 就是情有可原的 大家要就原谅 体谅我们的国军 但昨天拉晚报就告诉你了 这个讯息在去年11月底 中国大陆就已经公布了 它是表定的排程 不但去年11月告诉你 昨天要发射 今天也要发射 今天的时间是11点 它真的有发射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 这不是一个突发性的紧急讯息 是一个表定去年就公布的讯息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队 硬要告诉大家很紧急 所以来不及改 那这个是来不及改吗 当然就不是 那网友热议 然后这个也是没有改 这是一个罐头讯息 包括什么狼来了 什么抢票的阴招 写成什么 MISO什么之类的 Air alert 空袭 所以说实话 如果说像昨天有一场 赖清德的国际记者会 来的都是 大部分是使用英文的 这个语系的这个记者 他们看不懂中文 看到英文真的吓都吓翻了 对不对 然后更可怕的是 我们的这个吴钊燮 吴钊燮现场宣布 不用怕 因为这是一个飞越越南的 卫星发射 我觉得 昨天最好笑的就是这个 真的超有疗愈感 我觉得很疗愈 昨天你就发现 两个人状况外 一个是我们的院长 陈建仁 在立法院宣布卫星来 但后来他知道他错了 第二个是我们的外交部长 在外媒的面前宣布 因为他飞越越南 所以没有关系 然后再过来是我们的国防部 MISO 空袭警报 这么重要的事情 国防部 外交部 行政院长 错错错错错 从头错到尾 然后你就看到我们的总统 警报发布的时候 他特勤完全没有动 完全没有动 不是啊 你记不记得国家警报发布 一响 二响 三响 特勤的标准动作是什么 到总统的面前 赶快把总统带离到安全的部 安全的这个地方去嘛 三军统帅耶 然后完全没有动作 昨天影片我们有放给大家看吗 总统挂着微笑 他讲完之后 全场鼓掌 全场嗨笑 狼来了 卢秀燕告诉大家 放羊的孩子放多了 你这一次发了警报 错错错错 你下一次大家会相信你吗 下次真的飞弹来袭的话 大家也会都在笑 你的特勤也都不会动 外国媒体也觉得无所谓 我们的国防部 部长跑哪去了 部长呢 部长也没有出来讲话 所以呢 不觉得大家觉得 这是一场黑色喜剧 非常的诡异吗 128家的外媒 受到警报吓坏 但是台湾人从头笑到尾 我跟你说了 昨天发警报的同时 我整个办公室全部在笑 大家一开始都说地震地震 后来发现不是以后 大家瞄懂 全部笑起来 今天笑 下一次笑得出来吗 然后赖清德在记者会当中 再度重申 他正在举行 他在举行国际记者会 他告诉大家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没有另外宣布独立的必要 马上就要投票了 投票前三天 找来全球的国际记者 这是怎样 告诉大家 我就是一个台独的候选人 对不对 好棒 好有勇气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直接开干了 我要告诉你 对啊 我就台独啊 还生怕台湾人民 不知道 特别三天前 召开记者会 再度重申 然后卫报 当然抓住重点嘛 那个 对不起 我这样讲 可能有点过分 但我真的觉得有点250嘛 就是那个吴钊燮 飞越越南 不能怪他 因为昨天 大家是集体演化 全部看成越南 但是只是没有想到 吴钊燮如此之状况外 飞越越南 越南今天要不要来抗议一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来先让我笑一下 我们先进广告 好 昨天第一时间 这个事情让台湾充满了欢乐感 非常的讽刺 一片欢乐 不是一大堆梗图吗 什么飞过了台湾 我跟你讲 不是卫星 不是飞弹 是一颗芒果干 芒果干飞越 今天还有更多的梗图 来 给大家笑一下好不好 来导播 好 satellite 卫星嘛 对不对 来导播 一切都要准备好 好不好 都已经丢在那个框里面 satellite叫什么 傻头赖 这样子这个英文字 你就忘不掉了吧 以前大家就被英文单字 说要取个谐音 就永远忘不掉 所以大家都会记得这一幕 satellite 傻头赖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一下 笑不出来的就是这些 我觉得今天看了这个 真的笑不出来 错错错 一连串的错误 今天要硬 就告诉大家 因为情况紧急 国军的决策时间 只有14分钟 人家去年11月30号公布 然后你跟我说你的决策过程只有14分钟 这是怎样 说什么呢 数十秒决定警报的简讯 从监测计算到发现摄像偏离 仅在数十秒内决定启动预警系统 国安高层知道第一线的决策全貌之后 称赞军方勇敢而正确的决策 委员 少讲了一个字 勇敢正确伟大的决策 还有伟大 要马屁要拍就拍够一点 丢脸丢到全世界 人家会发现说 原来台军自从立将军退休了以后 品质每况愈下 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大陆的卫星发射中心在哪里 但是全世界也大概知道 大陆的导弹发射基地在哪里 导弹发射基地跟卫星发射中心 是两码子式 设备不一样 然后这个装备也不一样 连那个底下的火箭也稍微不同 然后上面的装置的样子也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稍微有点点的 这种航太尝试的人都会 何况咱们号称台军的 所谓什么防空啊 这个什么雷达系统的 他会把它搞混了 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二个更惨的是 大陆要发表这个火弹 还讲说我是跟欧洲合作了 简单讲欧洲出一半钱 欧洲航空局出了一半钱 来发射这个科学卫星 这个科学卫星还在两天前 就公告周知 你台湾不知道吗 对啊 是啊 对台湾不知道吗 那大陆在公告的消息你都不看啊 那还要有什么媒体朋友告诉你吗 那第三个更经典的 他现在找一个方式来帮自己圆皇 他说哎呀我们很早就发现他偏离轨道 我就晕倒了去吧 偏离轨道还能够回到正常轨道 哇那大陆的发射技术简直是在 那个叫做智慧卫星 出神路化不可思议 最后一点 他说这个卫星到达台湾上空的时候 是在500公里以上 那500公里以上你在担心什么 500公里以上已经在卫星轨道上 在走路了 500公里一定在卫星轨道上落了 那接下来好笑的在什么地方 他说我是在这个15点16分 还是17分 连续发了几通的这个 这个air ray alert 我就晕倒了 为什么 那个时间点 那卫星我们要找到 跑到这个太平洋上空 不知道都远去了 是啊 已经跑到太平洋上空 不知道几千公里外了 你在发航空情况干嘛 那现在再开始变称 哎呀可能有什么东西掉下来 好笑在哪里 大陆宣布发射的时候 连火箭掉落的地点 注意到卫星是卫星 火箭是火箭 因为推进火箭最后会脱落嘛 那脱落着大陆现在 连那个脱落地点 早就在公告上标示出来 好吧 好吧就算说你到了五千五百公里 以上可能掉下来 掉不到台湾好不好 你到底懂不懂啊 所以怎么讲 怎么远方都不对 还说哎呀 我们发现他偏离可能从台湾上空 所以有发警报 那问题是就在几天前 大陆上也发了一个卫星 就从台湾上空过去啊 而且还从北部上空过去 你发警报了没有 对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啊 蔡委员讲的是什么 都是事实跟科学 对 所以这个事情说实话 真的不是从蓝绿的角度去看它 就是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它 我们要做好警戒心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吓自己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